宝宝肚子瘴气怎么办? 宝宝肚子瘴气怎么办?妈妈们的胃养不当,或是饮食不当都会引起宝宝瘴气。 那么宝宝出现瘴气的现象应该怎么办呢?一,营养均衡饮食。 如果母乳中含了糖分过多,糖分在宝宝的肚子里过度发酵,也容易使宝宝出现肠胀气,这时妈妈就应该注意限制自己的射糖了。 此外,母乳喂养的妈妈还要尽量避免食用容易引起宝宝胀气的食物,如豆类、玉米、红薯、花菜以及新类食物。 二,培养饮食习惯。不要让宝宝饿得太久后才喂奶。 宝宝饿的时间太长,吸水时就会过于急促而吞入大量的空气。 所以要按时给宝宝饿,并且在喂奶之后,帮宝宝拍隔,是肠胃的气体由食道排出。 三,腹部按摩。 适度的按摩能够促进肠蠕动和排气,从而缓解宝宝肚子胀气。 第一做法是,洗净双手,然后以宝宝的肚脐为中心,用你的手掌延顺时针方向轻轻按摩宝宝的肚子。 每次按摩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 你的手要温热,力度适中,否则可能会让你的宝宝感觉不舒服。 四,异常胀气应速就医。 宝宝宝的肚子如果胀得很大,很硬,加上宝宝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,精神不佳,一般家长有呕吐或喘就更为不妙,父母应特别注意并尽快带宝宝就医检查治疗。 五,家庭护理。 腹部使用驱风油,用温毛巾覆盖也有帮助,这些有助于肠胃蠕动和气体排出,以改善消化吸收功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